Woo Are you ready? 大叔現在是在 桃園國會機場 今天來參加的是 2019年 YAMAHA日本MOTOGP團 大叔第一次參加 以前這種好康的活動 通通都是上給同事們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相較於去年 今年恢復一個 在SUGO SUGO賽道來做 騎乘體驗的活動 我想這個是非常讓人興奮的 因為你一般比較少 有機會到日本的賽事場去做 體驗 我們來看看大家的衣服都穿好了 哇 可以看到這次YAMAHA很大手筆 他們就是提供了 原廠的毛繃衣還有 布帽 這個都是原廠的精品 穿一樣的衣服是不是覺得很酷啊 今天的飛機 Hey! Welcome to Japan 日本果然是很乾淨的 可以看一下 路上其實你看到什麼垃圾 看到了嗎? 反觀XX機場 我想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加油的地方 像馬捲 琳瑯滿目的食物 這東西太好買了吧 哇這邊真是太恐怖了 沒有啦恐怖 超強 這家真的超厲害 這晚上開鍋嗎 各位看一下 這牛肉啊 台灣媒體團現在正在找燒肉 本來吃到飽就是這兩個價錢就對了 哇好棒 真香 滿好喔 18圈 我們上次最多的一次是 3 3 3 9圈 去年是 2 2 2 6圈 然後你們今天要騎18圈 Sugo賽車場 10年前來這邊採訪 10年後還是來這邊採訪 但這次有騎到車 開心 可以看看大直線 很棒啊 謝謝學長 怎麼了 手機是給的 手機沒有啊 沒有啊沒有啊 沒有到這裡 啊不 我最愛你了 準備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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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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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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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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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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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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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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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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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哇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已經進入到場內了 這個地方大家都要來自拍 好來大家看這邊齁 整個茂木木賽車場不是只有競賽的活動 周邊你可以看到很多這種親子給小朋友玩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像是迷宮一樣的 這是一個小朋友探險的樂園 看起來超酷的 小朋友應該超愛 好我們現在到入口 Full Rim of Piggy的大門圍場 我們先來看一下集合時間 4點鐘在這裡 我們限中集合 好我們現在去Yamaa的攤位來換贈品 今天當然只是運一賽 而且下雨有關係 其實人數不是這麼多 但沒關係我們再看一下 大叔看到了KPM 大家也看到 其實茂木的 在賽車的規模 可以造就多少觀光的效益 跟不要說這些周邊 然後 來觀看的人 這非常特別 但台灣很可惜 也是沒有這種大型的活動 讓大家 可以有機會看到這種國際性的賽事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你看 買東西的 吃的 各車廠 各改裝的正品商 都非常非常的活絡 這邊是日本 這是Suzuki的攤位 這是我們今天要去的攤位 Monster Yamaha 對 看起來有活動 跟我們錄文 福田副總 親自幫大家招呼 看一下裡面什麼東西 哇 C服T恤 還有帽子 席子 席子 待會教導團可以用的 哇 好 好 大叔 先 待會我們要進入到賽道 我們的B 好遠行 那就 待會見啦 掰掰 各位聽到現在 在畫面上進行的 是Motor3的電型 聽到剛剛有噶噶噶噶的聲音 是因為所有車輛進到P&Line的時候 都被限速在60km以下 選手基本上不會去看時速表 他們就發明了一個東西 電控就是是電子限速 很簡單 就是當你用門左直到里 按下一個鈕 線速扭呢 車速會自動控制在右手 超過的就會斷油 你看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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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就是這樣來了 糟糕有人摔車了 今天因為是預車的關係 所以比較少 在明天的話呢 這一天就會都是我 我們現在轉身是V6 我們要走去V5 至少呢 觀眾席之後又是另外一個事件 但因為貓木車廠其實蓋的比較早 所以在前面這個你看到這個 應援席其實都是 人工搭出來的 臨時的建築 V5 各位找到了V5的觀眾席了 大師現在各位去V5看一下 你看他們兩邊 好我們就 大叔是1、2、7 看一下 這系列1、2、7、3 對我們就往這邊走開 沒有拆啦 鐵倒 哭哭 這年頭當記者容易嗎 這其實就像工地銀架 蠻恐怖的 好我們看一下 後面 有個賽車場 達至線道的主看台 就是在這邊 看一下 為什麼會突出瑞摩提基呢 他們發現其實 它在前面那個地方 車子的車子 是傾斜的 它外面這是一個環狀賽道 最外層是一個環狀賽道 那裡面是一個標準的Course 所以為什麼叫Tool Ring 就是因為它有兩個環的一個緣故 它的外道這邊可以坐測試車 這個高速周圍的一個面積 應該講呢 Motiki就是當初本田 他們在做測試 就像我們昨天去的Sugo 是YAMAHA設計回來做測試機用 大家在排隊買吃的 其實也是應該大概到午餐時間 各樣的小吃攤 遊動餐車 特別 這個是 這個是只用卡車 美食吧台 大叔要來挑戰那個 是 糟糕畫面塞不下了 笑你的廣度太窄 等一下喔 OK 超大條的 超大條的 怎麼吃啊拜託 要價一千塊的超級巨無霸熱狗 很厲害 好 十九十六 今天是 明日賽 所以就這樣比賽了 好 來看一下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活動 在休息之後還有一個 我們要開始 大帶馬 我們要去集合 一邊的 大帶馬 我都不知道 很多東西第二座 賽事 我發 好啦 好啦 要回家了要回家了 我們現在就集合 那今天的台會賽就這樣結束了 安法拉車隊MINI S12號在第四 應該是第二盤出發 大家應該是挺有趣的 接下來就是明天的正賽 他從明天進食為大家繼續報導 明天見 掰掰 嗨 唉唷 他聽到熟悉的聲音啊 GOKI BIKE 好可愛喔 超棒的 小女生喔 太棒了喔 好主持人 多多來參加我們這個豐富期待的活動 我給大家很期待 參加各位 謝謝 謝謝 來 各位看一下這邊 好玩嗎 好玩啊 好玩 唉呀 不好玩怎麼會來第一次咧 哈哈哈哈 秋朵市場 哇 超苦 妹們的最愛 大家好 我是大叔 今天禮拜天 我們現在要去 莫迪基茂木賽道的路上 今天是 2019 我們和GPE 日本戰的正賽 那浴賽昨天 大家就看到了 Marmark11 還是第一 那 今天很棒 天氣很好 相較於昨天的 早上的大雨 今天老天爺非常賞光 給了一個非常美好的天氣 希望今天大家的表現 Rossi跟Mini Alice的表現應該會更好 好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 這個算是 不是國道休息站 是 神道休息站 這很妙 因為今天是禮拜天 所以 你看剛剛外面那邊有一些 被賣他們自己的東西 這個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來看看這邊 賣東西有比較便宜一點 Let's go 烤梅 麵包耶 150好便宜喔 看看 這個是 炸豬排 帶不回去啊 好難過 308而已 只有五姐 這都不用看 帶不回去 好慘 這都是豬 好香 多香 剛出爐 剛出爐 本人在買了 在買剁手了 酷喔 直接在錄影 看 手帕 看大叔 買了 這麼多的麵包 總共是日幣710塊 唉唷 這麼厲害 有吃冰了 這個是牛奶 激情 日本的牛奶 東西真的是很厲害 下次來試試 有吃冰了 是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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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開 Warendino 溢 становится Are you ready? YAMAHA 在今年的表現當中 可謂是力網狂瀾 只能靠著MINI-ANES 力拼到第四 至於大家關心的Russi 今年的表現不是那麼的理想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期待明年 明年我們再來的時候 我們希望Russi可以站上頒獎台 就在轟融域的引擎聲當中 結束了2019年MOTOGB 去日本站最終的決賽 好啦 今天是YAMAHA MOTOGB團的最後一天 很高興的我們要去逛 日本非常有名的人生布品專賣店 Ricoland 這家店很特別 是YAMAHA他們請Ricoland提早營業 為了配合我們要上飛機的時間 在之前也有跟我們小老婆合作過 我們有去拜訪他們在日本 從最南到最北的 Ricoland專賣店 這個有興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當然今天我們在這邊 就是要趁著上飛機之前 去把沒有買到的一次補齊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很多東西 時間因為今天剛好也是塞車的關係 所以呢 購物行程被迫縮減 導遊一直催我們 各位貴賓 我們飛機快趕不上了 請大家加緊腳步 只剩半個小時可以買東西 所以你看大家有多趕 那沒關係 總結這五天有一些行程是以前有的 但在去年沒有 但要今年又重新的拿出來 譬如說SUGO 那我們到SUGO去體驗的部分 而且今年的體驗的圈速比往常更多 那這次YAMAHA他們也很盡心盡力的 把所有的機種通通背齊 我想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再來在住宿的地方呢 這今年也跟以往不一樣 今年選了一個很有名的溫泉旅店 來讓大家休息 而且可以體驗一下 純正的日本的泡湯的文化 這是非常特別的 那當然最後就是茂木的觀賽 那今年因為行程調整的關係 也多了一天是預賽的部分 以往都只看正賽 那我相信可以讓大家更盡興 因為呢 不只是為了場上的選手加油 還有可以在場外周邊的攤位 去買到各式各樣台灣沒有的紀念品 這是非常不一樣的體驗 那這邊特別要感謝台灣YAMAHA 三頁的一個協助 據我所知 這個活動已經連續每年都辦 那應該在明年沒有意外的話 也會持續的來辦理 那我想這一切都是為了支持 YAMAHA重機的那些車主們 所準備的一個貼心的服務 那當然也要鼓勵大家 在明年繼續開團的時候 請不必要忘記踴躍的報名 因為你報完了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我是大叔 我們下次見 掰掰